各位觀眾朋友 你好歡迎光臨何故Cinema 本院嚴禁吸煙 請將你的手提電話轉為靜音模式 以免影響他人 請留意隨身貴重物品 請勿放置在走廊或空座位上 以免遭受財產損失 請勿對影片內容進行攝影或錄影 以免觸犯相關法例 何故Cinema 現在開始 第二節 一定要抓住導演問 裡面每一個演員 為何你會選擇他 和你會合作有什麼趣事 第一個一定會問Ben哥 是否因為趣思的關係 Ben是好笑的 因為我其實找他那時候 趣思是未出的 我也不知道他做過趣思 我純粹看過一個 港台的劇集 就是他自己做導演 然後覺得他 做得很好 我出戲裡面 他不是很多對白走來走去 但是很有喜 然後我就找他出來聊 然後 到我找他那時候 其實我已經找到很多演員 已經Cast了成年 那時候已經找了泰寶 找了那個人和泰寶 做對手 然後 所以找到他 然後就跟他聊過 給他劇本看 然後他就有興趣做 然後我問他那時候 那時候 不知道他做趣思 原本那時候 他要唱大戲 然後我就跟他說 你懂得唱歌 他說 都會一點點 然後大戲呢 他說 剛剛拍完那部戲 我就是要唱大戲 我還學了天 我說 是嗎?你做什麼角色 他就說了趣思的故事 給我聽 我就懂書奇 我說 原來那部戲找了你做嗎? 他說 是呀 所以這樣才知道 那麼 到我們拍的時候 好像徐師就出了 是啊 差不多 但是拍了才看 我才知道他 是啊 他跟我說 他已經做了一個 逆服者 但是我沒有看過 但是同志角色 他有做過 在舞台上 所以他說 他也不太理想 嗯 但是你為什麼會選他呢? 你是看過他以前的舞台劇嗎? 看過以前的舞台劇 還有就是看過那個 那個電視劇 是呀 最後一年 但是這樣就覺得合適了 哦 不是 接著呢 我就有一點點欺騙他 哈哈 我呢 就跟他說 就說 要他 他跟阿泰寶好 大家呢 就要做對手戲 就是試一試 這樣說 對一對 很好 然後就叫我 他跟阿泰寶做了 一天的workshop 嗯 是的 其實那個workshop 就是少少 audition 嗯 做完之後就覺得很好 然後就跟他說 啊 你 你行啦 這個確實是你的了 他說不是一早已經是我的了嗎? 我以為你一早已經卡上 我原來是師希的 那今天是 他一樣 太可惡了 OK 那一個最老套的問題 為什麼要選阿泰寶做一個 完全跟他形象是180度轉變的角色呢? 是啊 泰寶就是 就是看了雍子江的部 嗯 《寧美時光》 然後覺得他很自然 做得很自然 他也是做一個父親的角色的 嗯 在那一齊戲裡面 但是比較年輕的 嗯 那我覺得 那個形態有些呢 就很好 那所以呢 就問人他在哪裏 那他就說我在台灣 那我就飛去台灣 去讀他 是的 那跟他聊過 那他就說 有興趣做的 那樣 那樣 然後就給了劇本看 那看完之後呢 再跟他聊過 那樣 那樣 那他就說他自己都認識有機的人 那樣 那樣 那大家在那裡聊一下那個劇本 和聊一下那個個性 那他都害怕的 他都害怕的 他說這件事我做了那麼多年 戲都沒做過 是 他說父親那一方面 我就應該隔輕就熟 應該沒什麼問題的 他說那裡呢 就真的 要試咯 要想一下 要想一下 是的 所以 都有 都有試戲的 其實 都有 找他做audition 但是都是用一個 叫他和其他演員 做一天workshop 這樣的情況 然後就 覺得 是的 很自然 那你們試戲就是在香港試的 是的 是呀 非他過來試的 我懷疑 你們試戲那一陣子 我跟他打過邊路 就是那段期間 是的 喂 其實你多幾次 是的 更重要 這次找了很多舞台劇的演員 包括有提名的 歐家文 我最近看他就是 香港馬劇團的一對一 還跟周志輝做一對 非常之 真的相愛相殺 互相是一個非常之不考驗 但是互相必須要依賴 我一看 咦 有點像他現在戲裡面 跟太保的關係 那一部 他是老人院 老人院 是的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我又覺得很不同 我又覺得很不同 因為過一個劇裡面的時候 他們是做一個 即是他們兩個不是夫婦 是的 兩個都是一個老人院裡面 但被迫在一起 是的 被迫在一起 這個就不是這個 阿清和阿柏 其實是 所以 很猜 那個年代的夫婦 其實那個時候 他們認識 都純粹 或者結婚 純粹用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即是那個年代 我想 很多時候你問他們 為什麼要結婚 我沒有 他不吃煙 不喝酒 老爸就叫我嫁去 即是那個年代的人 就是這樣 純粹就是大家 如何一起可以生活 養頭家 令到子女長大 對社會有貢獻 就是這麼簡單 那時候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的思想 所以他跟阿柏的關係 其實 不可以說是有愛情 純粹是說有親情 就是一起的時候 大家如何經營一個家庭 那一個互相依賴的方法 是不同的 即是那個劇 那兩個人之間 其實是兩個互鬥之餘 是有愛情成分的 嗯 兩個對方是有愛情成分的 他們兩個 不可以叫做 我們traditional說的 romantic的愛情 即是阿柏和阿清 純粹是大家經營一個 好像business partner 但是也經過歲月一起的時候 形成了一個親人親情 互相關懷 互相關心的關係 OK 但是為什麼你要找她 去做這個角色呢 其實我呢 那個年紀的女演員 其實不是那麼多 香港 Surprisingly 我那時候找的時候 不是那麼多 而是很多都是做電視 是 很多都是做電視 那我就很不想 因為其實我們電視裡面 這個年紀的女人 很多都是做家庭主婦 就是那個角色 都是家庭主婦 是主婦 那我就很不想 將那樣東西 等到這部電視裡面 因為這部電視其實 很多scene set 都是在家庭主婦 如果你再想 等一個很電視的 我們identify 一個電視的女演員 在裡面 整部電視就會有一個很電視的感覺 所以我就一定要 不選 所有的電視演員 你說電影 這個年紀的人 真的很少你選 嗯 不是那麼多你選擇的選擇 也是很見慣的 所以我就想在舞台方面 找一些大家沒什麼見過的演員 然後呢 就 cold call 的 就是 cold call 香港話劇團 嗯 是的 然後呢 他們就說 介紹吧 郭家文 因為這個年紀不是那麼多 是的 他們就介紹 我們就出來見面 他們就聊過 一聊 大家就很合夥 因為他 好像朋友一樣 就是聊 大家已經很fit 很get along 然後就給了一個劇本去看 他就說 這個議題 他真的沒做過 沒認真接觸過 說同志老人這個故事 是很少 他對這個劇本 覺得很有興趣 覺得很值得參與 是的 是的 還有歐家文在美國讀書 會不會和你溝通上容易一些 是的 他在美國三藏四住了很多年 是的 還有他就 他回來香港很久了 因為他回來香港 我小時候就在他演戲了 是的 是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事情 還有他說 另外一件事 他就說 其實本身有幾個best friend 都是跟性戀的人 都是在上一年紀 所以他對這件事 他也知道他們很多 很多problems 和家裏有很多問題 所以他對這件事來講 他覺得自己都很應該參與 嗯 另外一個都是拿過 這個舞台劇的女主角像 就是做他們的女兒 王曉怡 怎麼找到她呢 是的 這個就是 經過很多個 很多個 audition 其實 見過很多個演員 其實 難的 其實要找一個這樣的演員 因為各個角色 在他裏面剪了出來 不是很重的戲 是的 但是要在很少的 sense裏面 要表達到他和阿帕的關係 嗯 還有為什麼他和家裏的關係 嗯 而為什麼到最後那一幕 啊 他和我爸爸說 我以為你很偏心啊 嗯 那一幕呢 而令到 觀眾對這個角色 很 touching 而令到別人覺得 阿帕做了這件事的時候 令到女兒有一點點 叫做 回家 沒有那麼反叛 這樣 其實是難的 所以一定要找一個演員 要在很少的 scene 裡面 已經可以表達到這件事出來 嗯 是啊 他試過很多次 audition過三四次的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好奇就是 其實你宣傳上 你拿著兩個 是拿著舞台劇獎的女主角 在你那個班底裡面 真的 那另外一個做 阿凱的兒子 就是阿小爺 為什麼要找他呢 哦 小爺呢就是 也都是找他做過 其實阿小爺是很好的 我覺得他 其實有幾個角色 我也覺得他有興趣做 阿小兒的老公找他做 可以 是的 幾個我都覺得他可以做 然後呢 就有一次叫他來 我們有一個圍讀 那 其實想著一定會用他的 但就未決定他用做哪個角色 唯獨那裡就叫他 讀了幾個不同演員的角色 是的 即是那幾個男子的角色 那樣 讀完之後就覺得他做 阿凱的兒子呢 是最好 最適合的 因為他有一件事呢 就是 可以很做到 那個其實很疼愛的老爸 但是呢 很頑固 死都不肯表現出來 那一件事他做到 然後呢 就 也都很乖仔 他樣子 嗯 那像乖仔 可能是很順教 那一種 即是很順結 那一種 另外有一件事呢 就是 他的樣子 像年輕 得來 但是會自在一個 年輕的爸爸 我覺得很想人家的感覺 看這個男生 如果這個男生好像很年輕 為什麼會有個女兒這麼大呢 那就是 其實給別人的感覺 就是覺得 這個這麼年輕 都一早結婚呢 就是因為他很想 有一個 自己的家庭 嗯 所以的情況之下 另外 林耀星就很合理 是機界男神 哈哈哈哈 是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嗎 我不知道是機界男神 OK 那我想找一個 一個社工呢 是比較不同 因為譬如社工 通常給人的感覺就是 很斯文 那樣 所以想找一個 是比較運動的 給人的感覺的時候 是像一個 會踢球 嗯 即是跟平常人家 想的那樣東西 會有些不同 所以 所以都專門叫他 每一個先都是穿 運動衣的 我們叫他 給人的感覺就是 做社工 都不一定是 這一類型的人 這一類型的人 都可以的 最大驚喜是 江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講圖就是難找 這個角色 是啊 這個真的難找 因為 找阿柏已經70了 是啊 但他說角色一定要再老過阿柏 才是 感覺是更加需要別人照顧 更加是 被人感到一個人 沒有人照顧自己 應該不是太好 嗯 這樣的人 是很難找到這個年紀 我們有想過其他演員 但是有幾個演員 那個年紀的人 說你真的不要碰他了 他真的 真的又聽不到東西 或者又開始有些老人痴呆 或者痕得不方便 這樣 所以就找到江濤 是的 找到江濤 這個真的要答上答 再答上答 然後才找到他的contact 然後然後就約他出來 其實他就耳朵聽東西 已經有些問題了 是的 但是痕得很方便的 即是逛逛、聊天、吃飯 全部都可以的 是 聽就要聽 用助聽 是的 是的 但是看不到他的助聽器 故意不展示出來 是的 是的 即是不太明顯 是的 不是 可能你把助聽器的角色 更加吸引 哦 OK 他應該有的 但就不太明顯 即是沒有特別去提出這件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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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些好奇的問題 有哪些導演 或者哪些電影 對影響他們很深遠 很多 很多 譬如我很喜歡的 就是 你有沒有看 Separation 那個 Fahadi 是中東電影 哦 是的 伊朗式 Fungary 是的 那部 另外喜歡的 就有 李安 是的 所以很開心 我自己見到他 是的 是的 跟他聊過 這個 影響很大的 其實因為他當年 排過那個Wedding Banquet 是的 另外 我自己本身很喜歡的 就是艾姆杜華 是的 是的 我覺得他所有電影 都是用一些 角色 那些演 即是那些角色 跟平常人很不同的 是的 但是呢 我們仍然可以 理解到那些人的感覺 以及他們的思想 這樣 所以我覺得 嗯 最後呢 要讚好戲名 我也寫了一篇文去說 即是我很害怕 咦 如果這個名字不是叔叔 是香港段半三 那就大件事了 為什麼 你什麼時候想到 或者什麼情況下 想到叔叔這個戲名呢 嗯 其實純粹就是覺得 這班人想怎樣稱呼他們 就是純粹叔叔 然後寫出來的時候 就感覺 中間有一點 就會比較好 就是兩個阿叔 兩個阿叔 不想說什麼 現在很流行什麼大叔 沒錯 是日本那一套 是的 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因為那一套戲 影響了你呢 沒有 因為我都不 即是寫劇本 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 幾年前 再籌備 還沒去拍 那時候各出戲還沒出 也不知道 即是你籌備劇本 已經一開始 已經定了叔叔這個名字了 很快已經定了叔叔這個名字了 是的 我想 寫劇本的時候 我想 半年之後 已經定了這個名字了 好吧 那你拍過美國 英國 到香港 下一部作品 會拍哪個地方 同志呢 未決定 未決定 我想 都是要看一下 找到一個故事 對自己 覺得有興趣 想 因為你拍一部這些獨立戲 是需要三至四年時間的 嗯 之前十年也要 是的 所以時間是 即是你要很長的時間 是一個relationship 來的 其實跟那一件事 所以一定要 你自己 對那件事 那個議題很有興趣 還有覺得很想說才說到 才做到 好 今天多謝阿威接受我的訪問 希望叔叔先在金獎獎 可以多點提名 甚至拿獎 而到正式上演的時候 叫好叫做 多謝你 多謝志祺 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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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